說到今年白沙屯媽祖靜桑 來看看這個故事是一名身穿短褲 兩腿貼著繃帶 而且依舊拐著腳一起走的永久阿伯 他當時跟著這群人走完了九天八夜行程 不放棄的勇氣讓網友都非常感動 我們實際鏡頭也找到這名永久阿伯了 發現說他不只說雙腿受傷變形 其實他的左手只剩下三根手指頭 會當相登早 背後有一段非常感人的故事 帶你看看 白沙屯媽祖靜桑密密麻麻的人群中 這位阿伯一搏一搏慢慢跟著隊伍走 沿途還不斷雙手合十祈求媽祖保佑 阿伯因為腿部受傷走的速度很慢 跟隊伍越離越遠 但他始終沒有放棄 就這樣拐著腳走完了九天八夜的行程 實際找到他 阿伯說當年他是看到一名媽媽 帶著腦麻兒貴仇媽祖賜福 他跟媽祖拔背後才決定要一起進香 阿伯說他十四歲到鞋場工作 不小心把手指腳斷 跟著到貨運行又出了車禍 膝蓋以下骨頭碎裂 差點賠上一條命 今年是他第一次跟著白沙屯媽祖靜桑 很感謝媽祖給他前進的勇氣 接下來他還要跟著南邀宮 還有大甲鎮藍宮的媽祖進香 記者林一峰 彰化報導 阿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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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伯 say 阿伯說 ? 甚麼